另外也要带你看同一天 另外一个造势场合 主持人用台语要请大家帮马总统加油 马总统的台语名字呢 却念错了 当场变成非常难听的谐音 而马总统也立刻转头 看了主持人一眼 主持人喊口号 喊出这句话 马总统吓很大 听清楚了吗 主持人喊台语的马英 只有从Q变告 谐音让马总统吓一跳 台语音被念错 马总统好敏感 立刻转头看是谁这么大胆 就这么刚好 主持人发现讲错话 同时看了总统 两个人对看了好几秒 真的就不好意思 5号下台中马总统行程 遇到吐血状况不止这一桩 马一球动算 马一球动算 马五手牵手造势 却出现这样的画面 第二十五年 所有的名字代表 电影白发老阿贝 突然侧身穿过两人一下 慢动作再看一次 阿贝从台下走上来 卡不到位过去 情急之下 干脆当着马五面 低头钻过去 阿贝还轻轻撞了吴魁一下 吴魁也来这一招 山腰让位 原本名嘴的吴魁 发现了阿贝的举动 无奈一双手都还会在空中 放不下来 只好展现好妖力 笑得好尴尬 不过一旁的马总统 倒是很镇定 瞧从头到尾 马总统的眼睛没看 身体也没动 楚边不惊 原来总统早就预袭过了 今年四月 大甲妈祖起嫁 马总统致辞时 突然一名红衣白发男子 从教底钻出来 位置刚好就在总统的左脚旁边 台中市长胡志强 还有立委严亲彪都发现了 唯独总统不动如山 定地可真够啊 倒是把随后吓出冷汗来 其实总统身旁 两多民众贴身过山洞 也让人质疑 伟安是不是亮起红灯 三地新闻最后报道